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突发新闻台的中国突发栏目 我是频道的特约记者岳哥 现在是北京时间2020年4月29日的星期三 今天的头条就与中国的非常神秘的两会有关系 那么在头条之前先看两则快讯 第一则快讯,中学生报纸鼓动呛美 中国发行量最大的中学生报纸,中学生导报 近日就刊登了一首题为 新冠病毒终于哭了的诗作 就称我要回到美国去,回到美国我就到家了等等 这首诗就被批评是在引导学生是非不分 带偏了学生们的三观相关批评人士就呼吁 让读诗远离孩子 那么这首诗的大概的内容 我们就简单的念几句吧 我要走了,我要回美国了 回到美国我就到家了 真后悔到中国来 在这里我实在是混不下去了 中国的山太多,什么火神山 雷神山,中南山 这首诗就将新冠病毒拟人化 并以第一人称来写出 毫无疑问,通篇在歌颂中国的抗疫成果 并影射病毒来自美国 刊载这首诗的中学生导报 就是中国的国家二级刊物 是目前中国教父类报纸的最高级别 发行量非常大 有中国大陆媒体就发表了评论指 这首诗确实是有毒 不仅充满了洋洋自得 没有通勤心 而且还挑起了对立和仇恨 培养了孩子的仇恨意识 不过中学生导报也很快做出了反应 其主管报社兰州日报在4月28日晚就发表了声明 称中学生导报的报刊号遭人恶意盗用 相关诗作不是中学生导报的编辑部所选登的 这一世界目前还在发酵之中 综合4月29日中国不少社交平台上的观点 很多网民看上去并不接受所谓的盗用说 第二则快讯就与金正恩有关系了 金正恩的豪华游艇被指正在使用之中 路透社4月29日的最新报道就指 长期关注朝鲜政局的专家就介绍 卫星拍摄到的影像就显示 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和随行人等经常使用的豪华船舶 就停靠在圆山港附近 就暗示他一直都在这个海滨度假胜地 自从4月15日缺席金正恩的祖父 朝鲜国父金志成的名诞纪念活动之后 各界都开始揣测金正恩的健康状况及具体的去向 路透社的报道就提到商业卫星影像就显示 金正恩常用的船只有移动的迹象 暗示他或他的随行人员很可能在圆山地区 而在稍早之前上一周美国专门研究朝鲜事务的网站 38NORF就指出 卫星影像显示金正恩的专列正停放在圆山行工的一座专用车站 韩国及美国的官员就此表示 金正恩停留在那里是合理的 可能是为了避免感染新冠病毒 同时也对于媒体报道他病重表示了质疑 不过相关官员也警告称 金正恩的健康状况及所在的位置仍是十分机密的消息 很难从朝鲜取得可靠的情报 接下去就是今天的头条 众人皆问两会怎么开几天 只闻栗战书大喝一声 放心开就好了 4月29日为期四天的13届 中国人大常委会第17次会议 在最后一天就终于确定了全国人大的具体召开时间 两会合适开的猜测也总算告了一段落 但是两会合适结束 又会以怎样的形式进行呢 目前各界可以说是一头雾水 而北京下调应急响应级别 小汤山医院也掐表清零 各方面就显然是在为两会营造气氛 受疫情的影响 本该于3月初登场的今年的中国全国政协会议 以及全国人大会议 先前就都被延期了 那经全国政协常委会及全国人大常委会议的分别的决议 这两项会议就将延迟到5月21日 5月22日分别登场 香港媒体就特别提到了 目前人在香港的现任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 以及港区全国人大代表谭耀宗就表示 近日他都是以视频方式参加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会议 在今天4月29日 谭耀宗就引述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栗战书的谈话史 今年的全国人大会议综合考虑各方因素 大会相关单位已经做出总体防控预案及专项议案 就呼吁大家可以放心 但谭耀宗就没有提到 今年全国人大会议的防疫的具体安排究竟是怎样的 他还表示常委会议并没有决定会期将持续到哪一天 谭耀宗还介绍 今年全国人大会议有两大重点 包括通过大会统一思想 要求全体代表正确判断全国形势做好防疫工作 同时确保经济工作进行 而今年是中国国内实现全面脱贫的目标之年 工作重点应该就放在扶贫攻坚之上 他还提到为了吸取疫情的教训 这次全国人大会议将进行公共卫生领域的立法及修法工作 就相关议题 整体考虑使有关工作更科学更适应社会 并就国际公共卫生体系的发展趋势做准备 那么除了谭耀宗提到的经济立法等议题之外 目前也有中国的媒体指 两会的人事议题可能也是重头戏 哪里官员盗铃退休 哪里官员上位都将是焦点 而在两会之前 官场的反腐大气其实也没有断过 包括河北、福建乃至公安部 都有所谓的要员被拉下马 那么现在两会怎么开 目前也还不是太明朗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 在4月29日下午回答 记者全国两会如何进行时 就表示受到疫情的影响 今年的两会与往年多少会有一些不同 但他强调自己并不掌握确切的情况 那么可以稍微做一点补充 那就是中国两会开始之前 地方两会就已经举行了 浙江、山西此前就在4月下旬 就以主会场加分会场视频会议的形式 举行了两会 那么考虑到疫情的整体防控 中国的两会也有可能采取主会场 加分会场视频会议的形式 但是目前也确实没有确切的消息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 北京市政府在4月29日发布消息称 自4月30日零时起将北京突发 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响应级别 由一级响应就调整为二级响应 但境外湖北与武汉 高中风险地区人员返回北京 仍然需要集中隔离14天 此外4月28日上午 北京小汤山医院最后一批 两名新冠肺炎治愈患者出院 至此小汤山定点医院新冠肺炎患者 全部清零 于29日就关闭备用 媒体就分析认为 目前随着疫情形势的缓解 北京下调应急响应级别之后 就意味着将根据疫情形势逐步的解封 那么也可以看出 北京正在为两会的召开做准备 不少批评人士就表达了关心和焦虑 有人就指小汤山定点医院的清零 很有可能也是政治清零 那么综合中国大陆媒体的报道 中国目前就有两个省区市调整为四级 19个省区市为三级响应 7个省区市为二级 那么湖北省天津市河北省疫情防控等级 仍然为一级应急响应的级别 接下去是一则人物报道 这系高官唐一军入里内阁 傅政华被指全身而退 中国13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7次会议 4月29日就正式宣布 唐一军接替傅政华担任司法部的部长 黄润秋担任生态环境部的部长 其实在中共平安中国建设协调小组4月21日召开的会议上 辽宁省长唐一军代替傅政华出席就已经引发了媒体的关注 此次的官宣可以说就坐实了此前的猜测 今年59岁的唐一军就曾经在浙江工作40年 先后在浙江省委宣传部、省委办公厅、省纪委任职 2002年至2005年就任浙江省纪委的常委、秘书长 2005年至2017年调浙江宁波历任纪委书记、政法委书记、政协主席、代事长市委书记 唐一军和现任浙江省委书记车骏、上海市委书记李强、江苏省委副书记任振鹤 以及陕西省委书记胡和平、黑龙江副省长王永康等等 这些18大后的浙江省委们 现如今都已经遍布了中共的政坛成为了掌管一方的主官 那么这一群人包括刚才提到的这些都被视为习近平的浙江储备军 2017年10月唐一军就首次跨省前往辽宁任职 先后出任省委副书记代省长省长 唐一军还是中共19届中央候补委员 那么从简历就可以看出 唐一军在纪检系统拥有丰富的任职经历和执政经验 对于唐一军的围观之道 曾任浙江组织部长的廖国勋就如此评价说 他考虑问题周到细致 宏观把握和组织协调能力强 作风正派、处事稳重 那么这基本上也是中国官场的套话了 没有出事都是好同志 公开资料就显示 60后的唐一军是山东举县生人 1977年7月参加工作 在宁波工作了11年 2005年他到宁波上任时 就已经是正厅级干部了 2011年他50岁 就成为了市政协主席 那么除了政协主席之外 唐一军还曾有一个特殊的身份 刚才其实也提到了 纪检干部 2002年至2005年 他当了三年的省纪委常委秘书长 转任宁波之后又以市委副书记的身份 兼任纪委书记五年 所以说是一位地地道道的老纪检 那么接下去就可以看看傅政华 今年65岁的傅政华就已经达到 中共政部级官员的退休年龄 此前长期在中国公安部任职 曾任北京市公安局党委书记 局长北京市委常委 政法委副书记 2018年中国机构改革之后 傅政华就出任司法部的部长 党组副书记 大陆多家媒体在4月29日 就暗示傅政华这一次是 人到点车到站 基本是准时 但到底是不是平安 最后平安就有待观察了 最后再看看黄润秋 中国官方4月29日也宣布了 生态环境部排名第一的副部长 黄润秋就接替李干杰 出任生态环境部的部长 李干杰就已经赴山东 任副省长代省长 今年57岁的黄润秋 就是中国知名的地质学家 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 曾经两次获得中国的 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 2016年3月 黄润秋进入了中国的部委 任环境保护部的副部长 中国机构改革之后 黄润秋任生态环境部 排名第一的副部长 分管生态土壤环平等领域 也算是数业有专攻 那么这一次的上任 黄润秋就成为1972年 傅作义辞任 中国水利电力部部长之后 48年以来 第三位党外人士 出任的部委正职 那么另外两人 就是万刚和陈竹 2007年到2018年 志工党中央主席万刚 就担任科技部的第七任部长 万刚之外 农工党中央主席陈竹 在2007年到2013年期间 就担任原卫生部的部长 接下去的消息 澳大利亚官员指 朋友可以继续做 但中国要反省 澳大利亚9号电视台 4月29日播出的 《晨间新闻》节目中 澳大利亚的内政部部长 达顿在接受采访时就表示 我们希望中国保持透明度 要让各界的质疑得到回应 希望了解疫情的起源 以避免事件重演 达顿就提到 除了我们的国家 还有全世界 有很多人已经死于疫情 有需要向死者的家属 给予一个交代 他们需要知道发生什么事 并且确保类似事件 不会在明年或后年又再发生 达顿就认为 这是一个合理的要求 中国驻澳大利亚大使 陈敬业要怎样回应 随他的变 但始终不会影响到 我们想要争取的 达顿还强调 澳大利亚致力于争取的是 事件不要重演 他还表示 他希望陈敬业 能够反省自己的言论 达顿还特别呼吁 我们希望与中国 保持良好贸易伙伴关系 但作为最好的朋友 或者即使只是好朋友 都应该向彼此坦诚 而我们澳大利亚 对于这份关系是坦诚的 达顿就相信 近日澳大利亚与中国的争议 并不会对澳大利亚出口 至中国的贸易造成影响 他说 如果中国政府有意 要让争议牵连到两国贸易的话 将会是颇为让人意外的 而且是难以置信的 让人失望的 那么综合来看 澳大利亚和中国的关系 急转直下 在一定程度上 就与中国驻澳大利亚的大使 陈敬业的口无遮拦有关系 上周末 陈敬业在接受 澳大利亚金融评论采访时 就暗示 如果澳大利亚政府 继续推动独立调查 中国公众 中国人民就可能会 抵制澳大利亚的产品 或决定未来 不访问澳大利亚 他说 也许普通老百姓也会说 为什么我们 要喝澳大利亚葡萄酒 或吃澳大利亚牛肉呢 在接受澳大利亚金融评论时 陈敬业又把中国人民 摆上了台面 当然澳大利亚和中国的关系 看上去比较趋冷 更宏大的背景就是 澳大利亚政府近日 向国际社会倡议 主张比照武器调查员的授权级别 派独立监督人员调查中国 自疫情以来的作为 对此 中国政府就指澳大利亚的建议为 政治操诺 中国的央媒 人民日报海外版 4月28日还发表了评论员的文章 就称 美国就疫情甩锅给中国籍世卫组织 澳大利亚政府火速递上一份 投名状 而且游说德国 法国 纽西兰等国入伙 对中国在疫情早期的应对情况 展开独立调查 人民日报海外版的这篇文章 看上去是在批评澳大利亚 要在这方面发挥领导作用 最后是一则简讯 中国电影业 今年票房损失 或将超过300亿元 4月29日 中国国家电影局就召开了电影系统 应对疫情工作的视频会议 中共中央宣传部的常务副部长 国家电影局局长王小辉主持 并做了讲话 他就介绍了上面的这个数字 指全国电影院因为疫情就暂停营业 制片和宣传发行基本停滞 目前估算全年票房损失就将超过300亿元 那么王小辉就还表示 今年的一个重点就是要抓好 全面小康题材的影片 加紧推进建党100周年的重点影片 此外还要统筹创作抗击疫情的题材影片 多弘扬正能量 中国电影总票房在2018年就首次突破了600亿元 2019年为642.66亿元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这个时间段的播报 您现在看到的就是突发新闻台的中国突发栏目 我是频道的特约记者岳哥 非常期待能够得到您的评论 订阅点赞和转发 如果您行有余力 也欢迎对我们进行打赏 最后也祝福在所谓的疫区的朋友们保重 朋友们让我们下期见